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一席黑色流苏斜角群大气利落 气场满分 这次是亲属优雅风 可甜可酷风格百变说的就是热巴 本人没错了 搭配黑色头发 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好喜欢这种感觉啊 迪丽热巴化身成为了蔚蓝泳池的一条美人鱼 身穿黑色流苏小裙子 窄带小背心 青春美少女 美貌营业的一天 真的是厉害了 热巴的笑容很能感染人 穿着黑裙 头发卷起 第一反应真的好像奥黛利贺本 可热巴甜甜的笑容 又让她有了自己的感觉 太美了 黑色礼服搭配珍珠项链 使得她整个光彩耀人 浑身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真的是太让人喜欢了 裙子上方的花瓣造型 让她有了一种娇艳可人的感觉 很喜欢迪丽热巴每一次出席活动的穿搭 因为她总是能够吸引到我们的视线 让我们不禁感叹 太美了 迪丽热巴 那么 对于这么耀眼的迪丽热巴嘛 你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呢 迪丽热巴一见她就脸红 居静一喜欢了她八年 她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而被称为四千年美女的居静一 她的男神也是梁朝伟 看来梁朝伟的魅力也是非常大了 不然怎么能收获这么多小迷妹呢 居静一和热巴都是颜值非常高的美女 居静一的演技虽不如热巴 但人气也是颇高的 居静一之前在一次采访中 说到自己的偶像是梁朝伟 从小看梁朝伟的剧长大的 喜欢了她八年 梁朝伟也算是自己的启蒙老师 因为她居静一才喜欢上了演戏 居静一之前参加综艺节目被网友给黑惨了 不过后来的新白娘子传奇 和云西传给她带来了不少的热度 网友对她的印象也有了改观 觉得居静一在剧中的表现还可以 如今由居静一主演的如意芳菲也在热播中 不知道你们都有没有看这部剧呢 既然身为迪丽热巴和居静一的偶像 那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梁朝伟可以说是一代人心中最经典的存在了 凭借陆鼎记中的《为小宝一角成名》 还有《新扎师兄》《以天图龙记》 《绝代双胶》等非常多的优秀作品 让人们对梁朝伟这个人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 梁朝伟演技非常精湛 颜值也很高 在当时可是迷倒了不少的少女 后来的梁朝伟和刘嘉玲结婚了 两人十分幸福恩爱 让网友都很羡慕他们之间的感情 这么有魅力又有实力的梁朝伟谁能不喜欢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